如果这个是直栏联盟的态度 我相信大家会非常非常的失望 因为直栏联盟不调查就告诉大家 庄瑞熊不必去查 而且我跟大家讲更荒谬的事情是 这一位秘书长 他只是口头询问庄瑞熊 庄瑞熊就跟他说 他当上会场之后就没有在玩运彩 就纯粹的这样子的一个口头陈述 口头叙述 秘书长就相信会长了 秘书长就告诉大家庄瑞熊的事情 不用去查了 这是直栏联盟的态度 而且秘书长去口头询问会长 这个叫做什么大家知道吗 自己人去问自己人 谢一荣的调查报告 为什么被大家骂翻 就是因为自己人去包庇谢一荣 给出了一份利益良善 偶心立写让人家偶心吐血的报告嘛 结果今天换到了直栏联盟 居然是同样的状况 秘书长口头询问庄瑞熊 我就不用调查了 就不用查了 所以直栏联盟面对这种如此大的风暴 自曝自己可能玩过球版 然后甚至被大家质疑是不是街上会长 还在玩运彩 透过庄瑞熊的口头陈述 就可以放过庄瑞熊 频频都是自曝自己在玩球版 果然讲就被北俭 列为赌博罪的被告 结果庄瑞熊身为直栏联盟的会长 居然得到的是不用去查的答案 这不是双标 什么才叫做双标呢 庄瑞熊在质询台上面去自曝自己 疑似有玩球版这件事情 难道减书肥不应该报告吗 但是庄瑞熊就说他没有讲过这句话 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一整段的咨询 我在旁边有很多人说要拌博 你如果说来拌这运彩就还好 都拌什么你知道吗 非法的 球版嘛 球版嘛 就是一般讲的球版嘛 这个就是地下运彩啦 为什么会跟地下运彩 那所谓的球版差那么多 博厅你知道吗 你这样代表你都没在拌 我多少有在拌你知道吗 那个为什么会这样 地下的非法的那些球版的 我一万块我赢了就赢九千 好那拌的金钱就拌掉了 所以呢大家都拌在那里去了 韩月长在笑啦你看 他那孙总统的时候 我也在拌到要死耶 好他讲最后那个孙总统拌到要死 我们等一下再来谈 好庄瑞熊的这一段咨询怎么听 民众党真的有误会他吗 那个怎么听就是庄瑞熊他就是自曝自己 有在拌嘛可是他拌什么 他在拌运彩吗 还是在拌球版呢 好那这个部分 是庄瑞熊从这一段咨询 让大家听起来的意思啊 那有可能是他就是这种 比较台语愧靠的这种性格 所以他在上面 比较没有去在意自己的发言 讲了什么大话 或许是这个样子 但是庄瑞熊也跳出来说 他绝对没有玩球版 有的话他就结束生命 把这个话讲的这么重 但是对于运彩 还有总统大选的赌盘 他到底有没有玩这个部分 他过去一段时间都没有讲清楚 那为什么大家会质疑说 庄瑞熊不能够玩运彩 运彩大家都可以玩 但为什么庄瑞熊不能玩 因为他接了这个直栏联盟的会长 那么直栏联盟的规章里面 就有讲到这个联盟里面的任何人 是不得能够来买这种运动博弈相关的产品 所以当然就包含了运动彩券也在内 好那今天一个最新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这一篇报导 我们帮我切一下那个照片 这篇报导是今天直栏秘书长齐文俊 跳出来澄清说 有问过庄瑞熊 庄瑞熊只有在2022年的世足赛 玩过运动彩券 但是当上会长之后 就没有碰任何的运彩 因此联盟将不会展开调查 这个标啊 庄瑞熊赌球版 直栏联盟不调查 他说只在当会长前 玩过运彩 如果这个是直栏联盟的态度 我相信大家会非常非常的失望 因为直栏联盟不调查 就告诉大家庄瑞熊不必去查 而且我跟大家讲更荒谬的事情是 这一位秘书长 他只是口头询问庄瑞熊 庄瑞熊就跟他说 他当上会长之后就没有再玩运彩 就纯粹的这样子的一个口头陈述 口头叙述 秘书长就相信会长了 秘书长就告诉大家 庄瑞熊的事情 不用去查了 这是直栏联盟的态度 而且秘书长去口头询问会长 这个叫做什么大家知道吗 自己人去问自己人 谢一荣的调查报告 为什么被大家骂翻 就是因为自己人去包庇 谢一荣给出了一份利益良善 偶心立写让人家偶心吐血的报告嘛 结果今天换到了直栏联盟 居然是同样的状况 秘书长口头询问庄瑞熊 我就不用调查了 就不用查了 所以直栏联盟面对这种如此大的风暴 自爆自己可能玩过球板 然后甚至被大家质疑是不是接上会长 还在玩运彩 透过庄瑞熊的口头陈述 就可以放过庄瑞熊 你连刑事上面的成立一个调查会 过水式的调查 放水式的调查 你都不愿意成立 然后今天直栏联盟直接告诉大家说 我们没有调查庄瑞熊的必要 我们不会对他展开调查 这是直栏联盟的态度 面对迁图的态度是长这个样子的 连什么调查的会议都没有来进行 就告诉大家不用查 要夺双标啊 馆长频频都是自爆自己在玩球板 馆长就被北检列为赌博罪的被告 结果庄瑞熊身为直栏联盟的会长 居然得到的是不用去查的答案 这不是双标什么才叫做双标呢 所以直栏联盟确定你讲不调查的这个部分 大家真的能够接受吗 这真的是直栏联盟的态度吗 还是因为不敢动会长 所以干脆直接放过会长呢 那庄瑞熊的部分 为什么简舒培不一起告发呢 不是都同样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为什么简舒培不一起去告呢 让庄瑞熊现在逍遥自在啊 然后还有一整个直栏的联盟帮忙撑腰啊 大家不觉得这一切都太扯了吗 所以我觉得庄瑞熊 昨天是有打电话给庄瑞熊问他 昨天在院会的时候要不要继续出来受访 那庄瑞熊就说他心情好再出来啊 那反正最后就是也没有访到庄瑞熊 那针对这个运彩的部分 他说他接会长没有去玩 那我也继续问庄瑞熊 有关于这个总统大选的赌盘的部分是怎么样 庄瑞熊是有在电话中给我一个说法 但是我基于这种媒体的道德 我没有办法把他口述出来 因为我昨天那个样子 也没有表明说我要跟他电访 因为我是表明说我希望跟他面访 那他在电话之中 他有给我有关于总统赌盘的一个说法 可是因为那个我们没有构成叫做访问 因此我不方便把他拿出来讲 所以我们就等如果之后有机会看到这个庄瑞熊 再让庄瑞熊自己把这个总统赌盘 也把他给讲清楚 再来我们就要来谈吴宗憲 昨天来上这个馆长的直播 昨天吴宗憲就被馆长问到了 有关于球版的这一题 那么吴宗憲就讲了一句 他说他不认为博弈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而这一句话一讲出来之后 包含了绿营 包含了侧义 就群起围剿吴宗憲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这一段受访的画面 我真的不认为博弈是夺伤天害理的事 他甚至是我们以后思考 要不要变成一个产业 应该去这样才会有税收嘛 对因为你看日本也通过 新加坡也有韩国也有 当然这个东西你要推动前有很多可以去评估 并不是我支持赌博我也不支持 打假球那个叫做炸赌 它是不是一种炸赌 所以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 是炸赌去打假球 这件事情让我们开始 没有办法接收什么职棒变成这样 而不是说像现在 现在你说职棒跟运彩两个结合 你说社会上对他有什么攻击吗 也没有啊 所以我是觉得这还蛮无聊的 好 就是因为吴宗憲在这个节目上面 他有特别的讲到博弈不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所以简舒培就跳出来说 哎呀吴宗憲你这个就是呢 认同支持馆长的地下签赌 但是大家刚刚听到的那一整段画面 吴宗憲讲了什么 吴宗憲说他不支持赌博 如果吴宗憲都讲他不支持赌博了 请问地下签赌是不是赌博 是啊地下签赌是赌博啊 那吴宗憲如果他不支持赌博 他当然也不会支持地下签赌啊 那他不支持地下签赌 就当然也不会认同馆长的这一种 去做求版的行为嘛 所以他已经讲了 他不支持签赌 但简舒培有没有看完这一段受访的影片 还是就随着彻翼直接起舞 然后就告诉大家 乱连结大家说 哎奇怪 这个看起来呢 这个吴宗憲就是在挺地下签赌 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连结在一起的事情 然后简舒培就硬把它扣起来 然后就变成说 哎呀大家都说 这个吴宗憲前检察官 在挺这种地下签赌 我觉得这完全就叫做是超义 所以简舒培在那边乱连结呢 吴宗憲明就已经透过节目 来把他的立场讲得很清楚了 结果还能够这样子乱扣帽子 再来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呢 吴宗憲谈到博弈 他不认为是伤天害理 那这个部分呢 在今天晚间 吴宗憲刚刚有在脸书贴文致歉了 那么吴宗憲呢 他的文章就讲了 一开头就说 他要先致歉 所谓的博弈 不算重大伤天害理部分 这一句话 他并没有好好解释 而且用词不妥 导致引起外界争议 然后呢 他中间再阐述了 他有关于这个博弈产业化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 在文末再一次的说 为还没有好好的解释 而且用词不妥 导致引起外界争议 来对大家道歉 所以这一整个脸书 吴宗憲道歉两次 他所谓的道歉 并不是针对博弈产业化的 这件事情而道歉 而是针对用词不妥而道歉 虽然我觉得 你看完了 听完了吴宗憲这一整个论述 还有这一整个的内容 你可以知道吴宗憲想要表达什么 他就是想要去杜绝 这种地下赌盘的歪风 但是在一句话的用字上面 可能没有这么样子的精准 还留给了这一些 彻翼去无限解释 无限扩大的空间 所以吴宗憲他道歉了 那吴宗憲如果他说 他这一句用词不当 我个人认为怎么样讲呢 会变得把它变得更完整一点 他应该是要说 对博弈不是伤天害理 但是如果透过打假球 或者是透过非法赌盘 来进行博弈 这就是伤天害理 那其实吴宗憲那一整段话的意思 他也有讲出来 他说打假球就是诈赌 所以他当然也痛恨打假球 更因此让他对中职失去了信心 所以他其实这些话都有讲出来 但他可能在论述这一句话上面 就讲说博弈不是伤天害理之后呢 他没有把后面的相关的论述把它补齐 然后就被绿营的测译这样子无限的解读 无限的扩大 可是你听完他完整的内容 你绝对会知道 吴宗憲他就是没有办法接受球摆 也没有办法接受打假球的这种诈赌 他都是没有办法接受 而且他个人也是不支持赌博的 那如果今天民进党 他们要无限的上纲说 玩这种赌博 或者是玩任何的博弈 那都叫做伤天害理的话 那我也建议民进党 最好去修法把运彩拿掉 运彩是博弈 是啊是一种博弈啊 我如果玩运彩我就是伤天害理 你们就修法把运彩拿掉啊 我在那个十二强冠军赛 我也是压了中华队赢啊 最后我也拿到两倍多的赔率吗 对那我这样子有叫伤天害理吗 那我们玩运彩 我们没有介入球赛啊 我们力挺中华队 所以我们去投下了这一笔的 可能一百两百三百块的 这种小额的投注 我们希望为中华队加点油 然后看有没有一点小小的 小确幸能够领到的这种彩金 而我们没有介入甲球案 这怎么会叫伤天害理 在玩运彩这个部分 不是政府合法的让大家去玩吗 所以这哪边伤天害理了 我玩明星三缺一 有伤天害理吗 我用林玉婷的角色来玩明星三缺一 有伤天害理吗 我用我自己的钱我去储值代币 我这样子有叫伤天害理吗 所以我们在玩运彩玩明星三缺一 玩这种合理性的博弈 他本来就没有伤天害理 可是如果你去扯到了 这种非法赌盘 地下赌盘打假球 那当然就是伤天害理嘛 所以我是不懂就是 这些侧衣到底在胡乱解释什么东西的 那么最后呢一起来看这一支 KS奇迹路的广告 每天插在脸上的 一定要特别谨慎小心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SGS检验 无重金属 无塑化剂 无磁激素 无Pyraben防腐剂 无色素 及无维生物 擦起来安全无负担 他还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抚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火腹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安心启动 动灵密码 ringing 鼓掌 靠山 声派 恢静 误 散 声派